各位好 相信大家如果拿到的節目 大家會知道說 這個曲子其實是 因為看到一些照片 但是照片內容是 伊斯蘭國的 是IS的組織 他們將一名男子 同性戀的罪名 然後從高樓上丟下來 就是處於畸形 所以 曲子名稱叫 Monument to Blowing 這總是紀念碑的意思 所以就是以這一首作品 當作是一座紀念碑 然後紀念某個事件 或是某一種影響 那雖然我們在台灣 其實LGBT社群 不至於遭受到這樣子的對待 但是其實 那種隱性的歧視或是距離 在這個社會上還是有的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代替的事件 其實是激起自己內心 某一種影響的想法 然後化作影響圍條線 音樂上呢 並不是說要去趕快 或悲傷 而是將整個人 人類文明中 依然沒有辦法消去的那種 可以堪稱為野蠻 或是我講Bowling Bowling不只是一個人掉下來 它其實已經墮落 是人性中 很會用墮落 在音樂中直接的反映出來 我利用了一些聲響 是非常非常躁動的 非常暴力的 非常粗躁的聲響 然後不停的循環 那整首曲子 其實和我以前的樂曲的風格 其實不太相近 我很少會讓一個素材 不停的反復 那在這首作品裡面 大家會聽到 素材不停的反復 那這次造成一種壓迫感 那我希望就是 曲子就是反映我們剛剛說的 那個世界 那個生命消失 或者是對於生命 對於人群的迫害變成壓迫感 好 謝謝各位 因為我只有一個人指揮 他是陳泰基 所以我大學跟你們對我同學 他是林維壽 我們林蓮絲才答應 然後接下來是指揮 所以特別謝謝他 謝謝 一點點 不用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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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нравитс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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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